我们来看啊 接下来咱学心经 那心经呢 它的寻形啊 也是 是不是也是手三阴静的 其中一个呀 从胸走手 咱昨天记得这个经脉 心经是走哪个手指头了 小手指头 对不对 哎很好啊 心经是走小手指头的 所以 它呢 是从胸走手 有一个去检验你 和保健你心脏的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你把这个拇指啊 放到你这个腋下 放到你腋下呢 你从后往前拨 往前拨 就像弹琴一样啊 有没有那种麻的感觉 弹 就是拨了你那几根筋 你要 你要插到这个腋下深处 然后往回拨 找那几根筋 找那几根筋去拨 它是一个很好的养生 心的方法 拨到那个筋了吗 麻不麻 你得把那个筋 让它在你的手里 滑过去啊 这么拨才有效 就整个这三个手指头 都会麻 拨对了的话 这三个手指头都会麻 找 别别舍不得使劲啊 你把这个手插进去 然后你往回拨的时候 要找到那根筋 就在腋下 腋下 找着了吗 麻吗 疼啊 你们是不是晚上这两天都没睡好觉呀 就是 你拨动这根筋的时候 你让它从你的手指滑过去 一会我下去给你们拨 会有这种麻 就跟咱以前说 磕着麻筋那种感觉似的 对 然后这也有 有的人如果心脏实在不好的 正常的人哈 你拨这的话 整个都麻 说明你心经很通 如果说心经不通的人 拨这不麻 他没有感觉 到这 拨这的话 他会麻 就是这个小手的里头 小手的里头 这有一根筋 也就是在这个肘的 稍微往外一点 稍微往外 这个肘和鹰嘴之间 这根筋 拨完了 麻吗 麻是吧 就是他到这的时候 他这一块会麻 那如果心脏再不好的 到这 他其实也没有感觉 真的 有的时候 你看针刺 你有这个酸麻胀的感觉 其实是个好事 那么咱这个 这个里头咱是这么说的 叫气素质而素效 气素质而素效 气持质而不质 气素质而不质 气持质而不质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昨天都自己 给自己扎了 是吧 扎的感觉 是不是一扎 马上就有这种 酸麻胀的感觉了 那这个感觉 就叫气感 就叫气感 那我们扎 就像我给大家讲的 那个老中医 那个老针灸师 他就是什么呢 我们那个老师 他就说 我就是让他有气感 让每一根针都有气感 都有得气的感觉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一扎下来 这个气刷就来了 或者是调一会儿也来了 那么气来得越快 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 效果越好 如果去扎一个病重的 或者是肿瘤的患者 你会发现 扎了老半天 你就跟扎一个猪肉绊子一样 你扎上去的时候 它也没有反应 你针下也是空松的 为啥 它真气 真气要散了 快挂了的人 你扎的时候 它的这个针感几乎是没有的 然后呢 感觉就很差 所以气来得慢 或者来得晚 你就要知道 这个病就不好治了 不好治了 这是咱平时临床扎针的时候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咱们这个穴位 心经 从心经往后的穴位 都非常好 都非常简单了 手上的穴位 因为它少啊 第一个夜窝正中夜动脉搏动处 集权 集权 就刚才让大家拨的地方 夜窝正中夜动脉搏动处 这个集权 这个集权呢 临床上咱扎的很少 但什么时候用呢 中风的时候用 中风的时候用 它用来调节整个胳膊的尾壁 这个是咱说的这个集权 而且为啥不愿意用它呢 因为首先它局部 这有一个夜动脉 你扎了 扎不好之后 很容易出现血肿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块毛特别多 对不对 那你扎完了之后 而且容易出现这种感染的情况 也不好消毒 容易出现感染的情况 所以这一块呢 大家可以回去作为一个 保健心经的一种方法 就是去剥 叫弹剥心经 弹剥心经 每天虽然它麻不得劲 但是每天弹剥个三五下就可以了 它可以帮助我们 缓解这个心脏的疲劳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治疗虎臭 这个也是这个台湾的那个老师 他做的啊 他说呢 就是把手搭在 搭在这个对方的肩上啊 搭在对方肩上 只有一个角度 从肩鱼 从肩鱼 昨天学的肩鱼穴 直接透到这个极拳去 啊 肩鱼直接透到极拳去 这个方向 他说可以治这个虎臭啊 治虎臭 但是能不能根治呢 没有实践过啊 不知道 所以这个呢 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额外的了解啊 可以额外的了解 然后我们再往下啊 会有一定的调理作用啊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少海啊 这个这个夜窝完事了 他就往下走了 对吧 他就走到肘上了 他都是咱说手三阴京 不是从胸走手吗 对不对 他就走到肘上了 他这个肘 咱说了 他是不是走小指啊 所以他就沿着小指的这一条线去走啊 从胸沿着小指的这条线去走 那么少海区呢 叫曲肘 肘横纹内侧端和股骨内上科 他曲肘是这样的成直角 然后这个这个肘横纹内侧端 和股骨内上科连线的终点啊 这个点点点 如果这两天没睡好觉 或者是太过劳心的话 这块会有疼的感觉啊 就是肘横纹的内侧端啊 和股骨内上科连线的终点 在这个位置 疼吗 恰一恰 那么这个穴位啊 这个穴位是 呃 少海穴 它是心的和穴啊 心的和穴 那么这个和穴呢 它可以治疗一些 比如说 急性的 心脏的不舒服 胸闷的 心慌气短 乏力啊 心脏的急患啊 心疼 啊 心痛 你碰着这样的人 你可以给他掐一掐 咱们 就是你回去实践的时候啊 呃 你可以怎么办呢 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想给他治病的时候 你想选什么穴位 你先去掐揉那个穴位 如果这个穴位 疼得比较厉害 然后掐完了之后呢 你让他对应相应的症状 如果相应的症状有减轻 然后你就去下针 往往这个的话 事半功倍啊 事半功倍 也就是说针刺之前 先揣穴 你想用哪个穴位 先揣穴 揣完穴之后呢 二看他的症状 如果揣完穴 症状减轻 那么好 我们就可以啊 我们就可以去扎 相应的这个穴位啊 相应的穴位 往往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 就是说先揣穴 如果症状减轻了 然后再针刺 这个揣穴有两个作用啊 两个作用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 对于这个病症 有没有减轻的作用啊 是不是效果好 第二个方面呢 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起到一个 宣散气血的作用 宣散气血 那么宣散了气血之后 你再扎针 就可以减少痛感 宣散气血 就可以减少痛感 减少痛感 这是咱说的这个 少海穴 少海穴 如果你碰到这种心疼的啊 心疼的 或者一些神志病 局部的胳膊啊 麻的 胳膊不舒服的 我们都可以用到 这个局部的穴位上去 比如说你回去 遇见了什么胳膊疼腿疼的啊 你遇见这样的这个病之后 这种病是最好治的啊 这种病是最好治的 你回去如果碰到这样的人 你就给他扎就行了 胳膊腿疼 首先局部取血 对不对 你看他哪疼 然后呢 就在局部找那种大血 比如说 他要是胳膊肘这附近疼 你就在局部看他疼的点 然后去找相应的和穴 如果手腕子疼 就在局部的点 找相应的这种穴位啊 找穴位要比你光扎那个 哪疼的那个点 要更快一点啊 更快一点 你就这个穴位 加上他局部的阿氏穴 就好了 这是咱说的这个少海啊 我们再往下看 通理 通理在万恒纹上一寸 万恒纹上一寸 这个万恒纹呢 它是指的 还是这个手腕的恒纹的尺侧 手腕恒纹的尺侧 你一使劲看了吗 这会儿还有一根筋 这个就是尺侧万曲继件 在他的饶侧就这一溜 我们要找的穴位 都在这一溜上 这一溜上 然后我这么跟你们说 咱就不看书了 神门就在这个万恒纹 这个点 对 万恒纹这个点 然后在这个的内侧 对吧 然后它往上0.5呢 是阴系 往上0.5是阴系 是一会儿咱说 再往上一寸 这个是通理 就咱要说的这个 一共这一块 就正常是四个学位 还有一个零道 咱没说 书上没给大家说 咱就记这三个就行 第一个是在万恒纹的 万恒纹的尺侧端 这个是神门 神门往上0.5寸 是阴系 然后阴系往上0.5寸 是通理 也就是通理 距万恒纹是几寸呢 是一寸 对不对 0.5一个 0.5一个 然后我们先确定好 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来看通理穴 通理穴 在万恒纹上一寸 万恒纹上一寸 那么通理穴有啥作用呢 你把这个报音画下来 舍强不语 报音 舍强不语 报音 就是如果碰到了这种 咱说这个突然间 舌头僵直 不能说话的 或嗓子突然哑的这种 可以去找通理 因为通理这个穴位 叫通道里边去 通道里边去 它是心经的落穴 因为咱说了 这个心开窍于哪 还记得不 心是不是开窍于舌 咱是说 别忘了 咱小时候退拿 别忘了 学完了 就砸了 是不是舌尖 说代表心 对不对 而且心开窍于舌 它的心的脉络 是在舌上 所以舌 你能巧舌如簧 能说话 是因为心经的气血旺盛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落穴 它的落穴 就联系着舌和心 如果出现了一些心病的话 或者是导致 因为比如说中风的后期出现这种舌墙不语 不能说话的情况 还有一种叫做异病 异病 就是咱说发异症了 听过吧 说谁谁谁发异症了 就是这种 突然不能说话了 那这种我们就可以用通理穴 通理穴 然后呢 再往下就是阴系 阴系 你看啊 阴系血 你一看它就是什么血 系血 对不对 你一看它就是系血 咦 怎么回事 一看它就是系血 这个浑身呢 所有的系血都没有给你标出来 只有心和心包 心和心包 为啥呢 因为心是君主之官 对不对 它是人身体的这个王 所以说呢 它有这么个特权 可以把戏血放在血位里 你一看到阴系 你就知道是心经的了 对不对 心经的 不是一看到阴系 就知道它是心经的戏血 啊 戏血 所以呢 我们找到阴系 在万恒纹上 0.5寸 啊 0.5寸是阴系 那也就是说 如果啊 碰到这个 出现心痛 心心悸啊 心秃秃 这个人跟你说 哎我老心秃秃 你给我调调吧 一个是去找内观 一个就是找阴系 神门 这些血位都可以 啊 这些血位都可以 这是咱说的这个阴系啊 然后我们来看神门啊 这个临床上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啊 神门呢 就咱刚才说了啊 这个万恒纹 在万恒纹的尺侧端啊 还是刚才这个基建的内侧 尺侧万曲基建的饶侧 你一使劲啊 这一块有一根基建 就是尺侧万曲基建 它的饶侧 那这就是神门穴啊 神门穴 你可以掐一掐啊 掐一掐 如果失眠睡不着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这个神门穴 你看啊 神门 就是你调神的门户啊 对不对 调神的门户 如果说你这个晚上睡不着觉的啊 睡觉不好的 那我们就可以找神门 包括耳朵上还有一个神门 那么这个呢 都是可以去调神的啊 调神的 那么心 因为心和神智有关系 对吧 比如说失眠坚望 这刚才咱说的 心和神智有关 心藏神 那么心藏不住神的时候 病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有一种症状叫喜笑不休 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病人 就是 就总想笑啊 总想笑 他一般往往发生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啊 就是脑梗 脑梗的患者啊 脑梗的患者会容易出现这种心不藏神的情况 就是他没什么事 然后呢 憋不住笑 嗯 这个 这个在这个住院部里头就有这么一个事 这个人呢 他脑梗塞 在脑病科去治疗 后来找针灸科来会诊 那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人啊 总是憋不住乐 他有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为啥 然后常常自己跟他 呵呵呵呵就乐了 然后下临床一跳啊 就隔壁的床都不知道他因为啥跟他乐 所以就大家都觉得 还挺吓人的 不知道为啥 所以后来呢 就去 他为啥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心藏神的功能比较差啊 会出现这种喜笑不休 然后呢 就去了 只扎了神门啊 用泄法 扎神门 用泄法 一会儿咱来讲讲补泄啊 用泄法 用泄法来扎神门 起到一个去 起到一个这个泄心 泄心火啊 泄心火的作用 那么他呢 就可以 这个扎了两回啊 扎了两回 这个喜笑不休的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以前啊 我的家人也有一个 就是得了脑梗之后 得了脑梗之后 然后就 没事 你吃着饭也 哈哈哈哈在那乐 然后呢 你给他喝点粥吧 就越怕他呛 他一乐 哭哭哭都呛进去了啊 就很危险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就 找神门 这样的问题 找神门啊 然后看一下绍冲啊 绍冲 绍冲穴啊 在小指的内侧 它也是在脂甲盖上啊 它在小指的饶侧 饶侧脂甲脚旁0.1寸 因为这个小指啊 里外都有穴位 外头这个是小肠经的啊 外头小肠经的 里头这个是心经的 是绍冲穴啊 绍冲穴 这是绍冲穴呢 往往是对于也是 因为它是颈穴嘛 对于这个心肌癫狂 等等相应的问题 都有改善啊 那心经就完事了啊 心经就完事了 那么心经这一块呢 你可以在这记一句话啊 心急少海 通理落 那么这些学位 都是心经的学位啊 心急少海通理落 通理是落学 音细是细穴 神门圆穴 绍冲井穴 急是极全啊 绍冲活 心经就这么几个学位 心急 心急少海通理落 阴系神门 绍冲活 就这么几个手上的啊 手上的 心经是不是少啊 它比肺经还少啊 还少 就是心脏的问题 你就去找心经啊 心经和心包经 捋一下啊 最上面的这个啊 搁着弯着的叫什么啦 集权 对不对 心急嘛 对不对 心急 完了再往上就是走的 这个叫少海 心急少海 然后通理是落学 通理呢 据万恒文是一寸 啊 咱不说了吗 万恒文这一块是0.5寸一个 对不对 那么这个据万恒文一寸是通理 然后再往前0.5是阴系 是吧 阴系神门 阴系神门 最后就是少冲 少冲就在这个手指的内侧 手指的内侧 这个井穴 这个心经比较常用的学位啊 就是少海和通理 还有阴系神门 这四个啊 这四个 你回去能用到的 可以扎的 少海通理 阴系神门 这几个都可以扎 往往少冲和集权 这个掐头去尾啊 掐头去尾 这两个呢 你回去的话 不方便用啊 不方便用 这是咱说的心经啊 心经 好 好 好